你随朕来 你可还记得 你大哥当年是如何教导你 做好一名将领啊 马家军不必留下 此次虽然他们中了战毒 折损了一些兵力 但是只要马摘星一个前往 他们就会士忌大字 仍然可以磋商 太保禁军的元气 如此一来 朕的目的不也就达到了吗 只是马家军此意无论输赢 你随后都要率军射下埋伏 将其彻底颤除 那 朕星呢 一并颤除 你要觉得自己动手很为难 那你可以命令你的下属去做 朕知道这很残忍 自从那日你跟朕 诞成了你对他的情意 还有你们的过往 朕就知道 朕的这个儿子 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一切的 可是父皇能给你什么呢 只能是这几日 至少你拥有他了 是吗 父皇 若马家军全属歼命 马摘兴 他一个弱女子 父皇 儿臣恳求留摘兴一命 朕留马摘兴一命啊 可是当初 谁留过你大哥一命 儿臣不明白 父皇的意思 还记得吗 你大哥朕亡的时候 你不顾自身的伤痛 在这个大殿里 给他跪了三天三夜 后来是朕硬把你拉走的 还记得吗 儿臣没忘 那你还记得 你当初应允朕的四个姿 血债 血偿 血偿 当初应该偿命的 除了那个叛将 还有马英和马家军 大哥的死 和马英和马家军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由于泳佛大强 静起 就是了 十五大区 要和马家军有一个 更多 是啊 当初有律就判断到 这必是一场苦战 他派人禀报了朕 朕立刻下旨 命令当时 唯一能够及时赶到的 马家军去救援 可是朕的军令 下达了数日 迟迟没有见马英的回复 当年 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朕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而实际上 他是要保全他的马家军 牺牲朕的儿子 你的大哥 无奈 朕只能选择了忍耐 选择了不予追究 但是从那日起 朕就明白 马英和马家军 是留不得的 何况他们根本就不值得信任 此次火坑一样的硬仗 由他们去牺牲 这是唯一的选择 为何父皇 从未想而身提及 因为父皇 深知你的脾性 你和你大哥 兄弟情深 真怕你一时冲动啊 况且 当时设计不稳 朕 还要依靠马家军的力量 而后朕下令 让叶莎他们杀了马英 就是因为朕 当年的丧子之道 当年你大哥 能够舍命救下你 就是因为他相信 你会报答他 这也坚信 你 一定会替你大哥 报仇血恨的 而放弃替马家 去拯救那个马摘兴 不是吗 伯王啊 你看上去 好像很不情愿 还在顾及那个马摘兴吗 你还是不是 是我们楚家的人 为你大哥报仇血恨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站起 不管到什么时候 你都要配得起这把剑 二臣仅有一事小求 我 代我领军 见面马家军及马摘兴时 二臣希望能够在沙场上 告知其灭门真相 与弃救大殿下之罪 让他们死得明白 你是说 要让他们死得明目 是吗 别让朕失望 是吗 兴儿 只有比你变得强大 你才能守住马家军